桌面图示排列 我们已经学过了 怎样在这一个桌面上面建立这一个洁净图示 那现在我们要学习如何排列这一些洁净图示了 例如说假设这个My Computer 我想要把它拉下来 我可以直接按着它用REC的方式 把它拉到我要的位置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我要把Recycle Bin拉到我们这一个右手边的位置 好,我们试试看 它是不被允许的 这是因为我们一些设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样排列这一些图示呢 我们如果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 让这些图示混乱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重新的整齐的排列起来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这一个名字的排列 好,我们就在这个桌面的空白的地方 我们right click一下 然后呢,我们选择 那它原本呢,就可以选择这个By Name 我们试试看 好,它就会根据名字呢,来排列 然后呢,我们再来试试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Arrange Icons by Size 也就是根据它的大小来排列 好,没有改变 那我们再来试看呢 这个Type 它也没有改变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odified 也就是说呢,它所更改的日期 好,它也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图示呢 只有这四个图示 当我们有更多图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以不同的这一个方法来排列了 所以我们把它选回这个By Name 好,除此之外呢 Arrange Icons by 我们这里呢,会看到这个Auto Arrange 当我们这个Auto Arrange被点选的时候呢 就表示像刚才的情况 我要把它拉到其他的地方 那它就不被允许 它只会呢,整齐的排列在我们的这一个左边的方向 假设我现在把这个Auto Arrange拿掉 也就是我们点它一下 好,那现在呢 我就要把这个Recycle Bin移到我的这个桌面上 诶,它就可以呢 任意的被我移动了 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它的这种移动方式啊 还是属于直线式的 也就是说呢 它不会让你排列到呢 这一个图示呢 是非常不整齐的 它还是会有一些 感觉上是有一些线的 这样子的排列方式 这是因为呢 我们有点选了另外一个功能 好,我们再来Right Click Arrange Icons by Align to Grid 也就是说呢 它有一些线条啊 是我们看不到的 它会根据这些线条来排列 我们排列这一个图示的时候呢 它就会非常的整齐 假设我们连这一个也拿掉 也就是我们再click一下 Align to Grid 好,现在我排列 我要上下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呢,可以任意的调整它 它会在任何的位置呢 把这个图示呢 放下来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没有点选 Align to Grid 那假设 那假设 我要让它整齐的排列 所以一样的 我只要呢 按Align to Grid 然后呢 再把它放好 它就会 依照这个直线式的 这样子来排列了 所以假设我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桌面呢 弄得很乱 我要让它整齐的排列 怎么办呢 我只要Arrange Icons by Name 我们试试看 它就会用整齐的排列在我们的这一个电脑的这个桌面的左边了 那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排列桌面的图示的方法了